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政局不稳 通货膨胀严重 那大批民众早就已经受不了 纷纷逃往其他的国家 那邻国秘鲁为了阻止大批的难民涌入 今天开始就严格的限制 只有获得合法签证 以及护照的委内瑞拉人才可以入境 那大批的移民赶在新措施生效之前 涌入了秘鲁 而在委内瑞拉当地的国内呢 中央银行则是为了应付严重的通膨问题 两天前发行了新的钞票 方便民众和商家进行交易 这就是委内瑞拉政府发行的新钞票 浅蓝色的钞票是面额1万玻利瓦尔 相等于1.6美元 大约6块多令吉 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 钞票贬值问题 委内瑞拉中央银行13号正式发行新的钞票 最大面额从之前的500玻利瓦尔 大幅增加到5万玻利瓦尔 官方数据显示 当地去年的通货膨胀已经高达130% 货币面额太小 导致民众购买面包或果汁都必须刷卡 非常不方便 尽管央行推出新钞票试图解决问题 不过经济学家指 这似乎在暗示 央行预测 通膨问题将会继续恶化 在厄瓜多尔西南部小镇和秘鲁接壤的边境 这几天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委内瑞拉移民 原来秘鲁是他们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目的地 但为了防止太多移民涌入 秘鲁政府从15号开始就要加强边境检查 只有那些持有效签证和护照的 委内瑞拉移民才获准入境 因此大批移民赶在新措施生效之前入境 避免被拘于门外 尽管路程艰辛 不过对这些委内瑞拉人来说 与其活在自己的国家 面对严重的物资短缺 他们宁可走这段艰辛的路 也要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NTV7综合报道